好 玩具TV第21季第七集 差不多了 要介紹的是這兩個星期推出的 Metal Build Strike Wood 再加Autoly Striker 紅裝備 放金 厲害 本身盒子都非常漂亮 本身前面已經有一個很漂亮的姿勢放了 拿著一把斬腦刀 大縫裝備 後面就是我們的 算是女主角 卡加連這個獅子文章的 Strike Ruge Strike Hush 法文紅色 Hush 不要讀英文 讀正義法文 Strike Hush 就是法文紅色 但旁邊的就要讀這個 Ottoli 不是英文 是日文 諷的意思 Ottoli Ottoli Striker 好了 說完廢話之後 馬上給一個 拉遠一點 大家看看 時間關係 亦都已經準備好 這邊了 老闆 對 好 諷裝備的單體飛行形態 是 可能要靠近一點 那你想大家看錯 我盡可能不動的 看回到導演去拉發 你走了 對 我再轉到一個漂亮圈給大家看 觀眾說 Metal Build 你貴 你都真的沒有說話說 即是原本這個諷裝備 很坦白說 它的原設 和現在 大家看到Metal Build的版本 都真的有幾大出入 它整個諷裝備 我當這個單獨飛行形態 它真的將很多 即是飛行機的線條 一些細節 全部加回到它這個裝備裡 令到整部機的感官非常漂亮 你哪裡看起來像一個背包 雖然它亦都將這個工具掛在背面上 我的金邊很漂亮 本體純粹就著這個大諷裝備 它是用了這個 我叫淺灰色和黑色來做這個主體 用卡加蓮喜歡這個紅色去做線條 亦都想麻煩可能近一點 雖然我不知道 因為細部真的要 我很想讓大家看看 本身它的情報量 金色的線條 一些細節 你看後面這個 那些接合點 大家看到斬籃刀 我裝了一個實體劍的劍鋒 劍鋒本身的拉花和標誌 你看回本身實體劍的著色 刀背的淺藍色和深藍色的碰撞 我給大家看一個屁股 這個燈光打得他媽的靚 你會看到其實就著黑鐵色 它都有深淺色和古銅色 還有紅色的點絕 再加上紅色也有兩隻 看回看引擎的位置 再留意炮身 嘩 撐你的掣真的 真是神經病 導彈和油缸 你亦都可以見到那個 紋理和情報量都很足 無人機機頭 哎呦 嚇死我 還有金色的點絕 我又拉回後給大家看 整個X-Wing 我剛才說是整個X-Wing 神經病 這樣才能拿光 因為整個X-Wing 整個X-Wing 不給大家看 真是浪費的 可動來說 雖然它是一架飛機 可動的當然是可動式關節掛架 這個算不算是炮塔 沒錯 左右同樣地 對於你結合之後 就可以放上肩膀 對 平行翼 但是細部 即是所有最值錢的地方 就是在線條和細節 真是很美 而且相識也很棒 對 沒得彈 我這些驗屍官 都沒有特別大投訴 小瑕疵當然有 另外下面的大炮 有瓷鬼炮 什麼都有 它挺有趣 它本身兩枝炮 是鴛鴦完全不同設計 長短不一 長度差不多 闊度一樣 著色不同 設計不同 但形狀是一樣 它過癮就過癮在這裏 因為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Destiny 雖然沒什麼時間都要講 劇情方面 其實這個瓷裝備 你要看HD Remastered版 才會見到它出場 噢 噢 所以本身 真是說瓷裝備 它是發源自IWSP 所以它已經在功能上 已經克服了超複雜控制 耗電量等等的強化版 亦都直接影響到日後的impulse 不斷地說一說 好了 說回主體 好 我有一個問題 主體 大腿跟小腿一樣認識 但為何好像有這麼多陰陽色 不同 是不同的 不同的 很接近 很接近 大腿是黃黃的 少許偏黃的 好 又 只站給大家看一看 我後面拉到盡 看看會不會光不濟 也不會的 當然 大家肉眼看那個顏色 就著剛才Walker問的問題 其實大腿跟小腿 你以為是同一隻Sick Sorry 我拉近 是有很多分別的 你會見到本身大腿 其實打燈會比較容易看 大腿是有一點淺的米色 我用米色來形容 而小腿是真真正正的 很淺的粉紅 其實是兩字色 粉紅灰 另外 它的紅色也有兩隻 甚至三隻 你會見到胸口 是令的香檳紅 駕駛艙 是另外一隻金屬紅 這裏是最深色的金屬紅 這裏已經有三隻不同的顏色 其實胸口的件都是膠件 不是合金件 但因為它下了金屬色 感覺就很有合金的 合金半 這個是合金 真的嗎 兩邊 這兩邊是黑色 當然 既然都鬆得這麼近 不足夠再 給大家看看它的標準 你會見到最重要的奧寶徽章 另外 我想說沒啞嘴 是 這個漂亮 很標準 這個卡加蓮的專用標誌 獅子加花 很清晰地印在這裡 另外 你會見到本身一些細節位 它也有很多金色的標籤 所以整個用香檳金 深紅色 淺紅色 再配一個雅色的 很淺的粉紅 整件事真是出得不得了 還有些lady feel 是 另外也看到肩膀的另外一隻橙金 真是金碧肺 有些金剛燦爛徐小鳳的感覺 背部拍攝後 這就是正常 一種Strike 怎麼讀呢 Roof Hush Hush 好厲害 Strike Hush的背部 噴石器 對摺位 抱歉 好 時間關於 一會兒要裝箱 我都索性把它拔出來 摺到後面 會見到它那個摺駁位 亦都很流暢 有觀眾問 德哥這隻天線有沒有set 其實 我不可以說set不漂亮 它本身的額頭其實有一點的 少許花痕的 但是天線位很漂亮 還有我想給後面天線位大家看 沒有渣流灘 連後面都有黑紋的 神經病 當然攝影機的螢光金屬錄都很清晰 盾和槍的掛架 那個掛架是不是比較鬆 其實是可以的 本身它這裡 我先舉高隻手 拉起來 你就會見到那顆的 你只是把這個洞 插回去 不敢說好實 但是 不甩 夠了 整體聚首 外形 就真的沒得頂 盾 見到奧布的標誌 金屬黑和金屬紅的衝擊 看到其實它是手持盾 而本身這個位置是可以調校上下的 主要都是靠後面這個位置做折搏 所以實得一個點 玩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 還有關節很緊 我不斷動一動的可動性 因為時間關係 我相信大家也不知有多少隻清水犀 在家裡 分別不大 頭 手 拋背部 完全是沒有問題 腰 我真的挺喜歡要講一講 正面動 向前動 你會見到腰的下節和肚臍位是有連動 而胸和腹這個位置都是有連動 所以我不敢說它動的可動性是很廣 但是它動得很漂亮 左右就主要是靠腰和hip這個位置做左右轉 但是轉的時候 你要小心 平衡 去夾這兩個位置 有機會是會撞的 所以你動的時候最好都是移動 再向前動 再向前動 左右轉 好緊 另外想提醒一提的 膝頭哥 我用獨特來形容 它真的修得很漂亮 留意回 當然可動性這一個就沒有說話說那麼強 不過就著這個膝蓋的位置 我再動一次在正面給大家看 《條腰真是追死人》 郭頓說 他這個位置雖然有獨特的修補方法 但我個人覺得是有點怪的 不過怪歸怪 你動到這樣我就完全收貨了 那是誰? 即是有個孔 是的,他零實有個孔給大家看到 但孔是不肉酸的 Anyway 好,可動玩到這裡 講漏一件事 因為其實時間關係 我在旁邊已經插了他把破甲者在這裡 當然破甲者是可以這樣拔出來 握回手 而破甲者是可以對折的 哎呀 同樣對折的關係也很容易脫掉 這個要麻煩你先鬥一鬥 好,終於在這裡也沒有了 好,完成 好,完成 出事嗎 可以嗎?我可以進去嗎 好,完成了 好 好,真的要做事了 好,直接站起來 握住槍 既然是這樣 稍等 沒錯 所以時間關係已經準備好了 我先準備了這隻手 我幫你 分享Shini 背包 剛剛提及了 已經把引擎位置拉下來 在接駁口位 然後大鋒裝備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拉翻致炮下來 然後將兩個斬藍刀和飛彈器 又飛了出來 又甩出來 拉回向後 然後將機頭位置拔出 拉回來 貼回向後 你就會看到大家最重要的接駁位 最重要的洞 是 這個就是丁明 另外一個呢 又是他的朋友 然後就是一個強烈的碰撞 機械與機械的碰撞 這就是男人的浪漫 一下子 一下子 有觀眾關心是否今晚坐的士 你平時插進去之後 本身有一個扣的 你就再向下按下去 基本上就緊實了 好像是70元左右 現在是幾點 11點半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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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怕怕怕怕 應該是否那兩支炮要拉到腰 已經在拉緊 時間關係 我常常覺得高達拿些盾設定上 不是上下倒轉左 盾上面給眼看 動應該在下面 近期 安然和我畫的Origin 喜歡把盾放在下面 就是把盾放在下面 就是這樣 就這樣 就有一個 這個動作 模型區也有些人 不接受 我看過 沒錯 模型是自由的 盾牌也是自由的 總之保護到你 不被人射死 他就是一個好的盾牌 對 這個 好的貓 盾牌要放在背部 對 背部也會中槍 沒錯 躺著也會中槍 OK 對吧 我看你也頗為順利 你不斷提醒他 好不開心 我們很妒忌 今晚剩餘的味道 就是一個不示備而的酸味 David竟然如此 明張目淡 明張目淡 當著嘲笑我們一群老人家的 一種 一種 不合流 跟不上這個 現代男女的 嘩 你很多東西想分享 對 真的 很傷心 感覺到自己真的老了 當時 Sex in the city 沒有我們粉 我們光看 Toy in the city 尚有 恭喜你 背包很棒 難怪炒得這樣 炒得很厲害 原來 不知道 別問我 我也是吃炒 你好像 你完全被David打敗了 是 好氣餒 噔噔噔噔噔 好 好 嘩 沒錯 一個人 去打仗 是要揹著這麼多東西 是 基本上 它始終都是 Strike 我們用後繼機來形容 因為本身 Strike Gundam和它 基本上已經算是兩部 全不同的機 因為就著 奧寶拿了 Strike 的資料 之後 在這個 PS裝甲方面 亦做了很強勁的改良 這部 怎麼讀 HUSH HUSH 除了 這個 儲電量 比Strike 強了很多之外 連OS也是 適合自然人的OS 為何卡加年都可以 用這部機 即是初登場都可以 激墮到不少敵機 確實是有這個關係 亦都就著本身 這一部 HUSH HUSH 我永遠都不怕 HUSH 令到日後 VPS裝甲的發展 以及特別是 Force Inpose 開發 亦有很大的幫助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看不需要乘的士 還有沒有補完 各位 今晚 我宣傳一下這個 哦 你過來吧 我先收拾 即是你已經做了一個Live 是嗎 做了 德國和DV 一起收拾 這個眉影的 你來吧 好了 微影的IMHK 那個show 其實還在維持著 因為好像是五天 我們星期三去了一次 四、五、六日 即是還有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六日還有的 那麼 我們就回換句朋友說 換句朋友呢 就微影有齊全的車仔 很多限量版 那麼 我們留意回 之前那條片 阿德哥和阿David 已經介紹過了 很清楚的了 不過呢 我就覺得一家大小是挺划算的 為什麼呢 八十元的飛來湖 有shuttle bus 哦 然後去到呢 如果你微影那邊 還可以是 還可以是 即是買些package 還有東西送 哦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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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去Facebook 可能送啊 Pantone那些 Mini Cooper 所以我覺得挺大的 有碰碰車坐的 我覺得挺適合 一家大小去看的 反而車展呢 我有些認識車的朋友 他就說 我們再好些 好 到底是第一屆 那算是比較大型的車展 嗯 那可以想一下 那因為有些朋友 有份參與 當然是幫忙推一下 那我們做了 我們都到了這個表演撿東西的時間 差不多了 那表演撿東西的時候呢 是呀 那我們停一停 之後再和大家一起撿東西 好 謝謝今晚的觀眾 謝謝今主 下個禮拜 今晚有是不是都有 有啊 要多謝Ricky Tam先生 他在我們長期 就算沒有YouTube的時候 他也有保持著 對呀 很多謝你啊 Ricky 我想你也在看 全靠你們 我們終於可以有霞姨派飯了 是嗎 對呀 今天也要派飯的 真的嗎 不在這裡 那你虧了 記得一起吃飯 沒有遇到你的 好 稍後再收拾東西再見 下個禮拜見 或者隨時突發 好 收拾東西 拜拜 背包好 那